两女为黄邓辉绝交。黄敬伦却连告白都被打枪。 黄邓辉自报大学是万人迷。图民事提供。2018年3月8日。 义人黄邓辉。黄敬伦在本周播出的民事节目《台湾那么棒》展现好歌喉。黄邓辉自报大学是万人迷,让两个女生为他从此绝交,命运大不同。黄敬伦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白,却连张好人卡都没拿到。 黄敬伦在本周《情人节》特级选场,三心两意,自报大学时是个万人迷,深受许多女生喜爱,甚至有女生主动向他告白,但他怕拒绝别人会让对方伤心,索性全都维持好友关系。 没想到最后却让两个感情很好的女生,为了自己从此绝交。 近年来近身电影开的黄邓辉,更把这段故事直接改编成歌中剧,又演又唱相当精彩。 黄敬伦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白,却连张好人卡都没拿到。 图民事提供 2018年3月8日 黄敬伦则是分享自己大学时期无疾而终的爱情,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告白,却连张好人卡都没拿到。 黄敬伦表示对方是歌唱班的同学,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考试,黄敬伦打算用歌声告白,在众目魁魁下选唱。 黄敬伦对他深情开唱,甚至在情人节递出情书,却迟迟没等到对方回复,直接被无视,让他相当无奈。 黄敬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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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